体育场前的广场一早就热闹滚滚 由木球、投球、投篮机、射箭、极箭、舞龙、划船、独轮车等九个项目的体验闯关活动 吸引民众大牌长龙跃跃欲试 先议员洪明科、黄文军、陈淑慧、史清水等多位议员都到场共襄胜举 并与副县长陈正生共同颁奖表扬体育有功人员 我们也感受得到这体育活动对青少年朋友来讲 他们参与之后绝对不会涉及到不良场所 甚至于会把身体顾好以后在学习方面都有比较好的一个成绩 热中体育推广的洪明科议员十分感谢教练及选手们 对南投县体育的付出才让南投县有金牌、银牌的夹击 而且除了六度之外南投县成绩排第一名 曾正严议员以林明珍县长每天晨起走路健身 以及自己爱打桌球为例鼓励大家多多运动 陈淑慧及史清水议员也感谢选手们的付出 为现真光获得三十六面金牌 我就要爱好打桌球 打桌球要打两点一架 要多运动才有强健的体魄 强健体魄人生才是彩色的 今天来参加的也有圆棘舞 在推展圆棘舞的过程 在民国八十几年 鼠卫也曾经参与训练 还有一个圆棘舞早上的一个城间的活动 这次也拿了三十六面的金牌 那在这里说实在 我们的体育人员 每天这么辛苦 接受教练的指导 才能够得到这个成绩 活动场上多所学校团队 表演传统民俗技艺 而运动闯关内容多元有趣 许多亲子家庭总动员 并一起体验舞龙技巧 每人参与运动 达到运动爱台湾的目的 记者王水仙南投采访报道